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个贼啊 我们是必须要抓住他 因为如果不抓住他 他会专偷什么 偷我们的蜜 因为他是偷命贼 而且这个偷命贼很厉害哦 他平时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 而且在一些普通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发现他 超过五分之一的脑促中 都是他引起的 而且他可以让这个脑促中的危险啊 翻五倍 那一定在脑子里 哎 脑子里 啊 那也不一定吧 这种偷命贼可能也是 就是心脏 麻痹你的心脏 那王教师觉得是在心里 对吧 那小红呢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在血管里面 哎 对吧 血管里面啊 对 你们都说的是身体的部位 我们想说这个偷命贼啊 他可能是我们 呃 人体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疾病 那我再给你们看三个提示 好不好 好 第一条 年龄大于等于65岁 哦 那就是一个老年 上年纪之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会越来越容易 第二条啊 高血压患者很容易得 哦 那还是脑子里边的 就凑血压标上去了 那不是 就往上涌 血液往上涌了吗 对啊 第三条 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得 糖尿病不对 这就跟脑子好像没有什么大关系 对啊 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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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现在三位有定论了吗 我觉得 可能这个三个提示更没有定论 对 那我的想法越来越对了 应该就是在血管里面的一个问题 那既然这样啊 就是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一位患者 他发来了他的视频 他的这个很多问题 也是这个透明贼造成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一位67岁的患者 平时很注意养生保健 有一天在家突然摔倒 送到医院发现大面积脑梗 但并没有发现脑血管有病变 通过做进一步的检查 发现原来是其他脏器出了问题 也就是这个偷命贼在捣乱 其实这位患者 他平时非常注重养生 对 对吧 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地倒了 把我们刚才猜测都否定了 那感觉好像我就要剩出了的样子 排除了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那脑子部分血管方面也没有了 那可能就是心脏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那排除法是不是 那到底这个透明贼是谁呢 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 为我们揭迷 有请上海市东方医院心律师肠诊疗中心主任 杨斌主任 有请杨主任 杨斌主任医师 上海市东方医院心律师肠诊疗中心主任 防灿中心主任 中国防灿中心联盟常委 浦东新区防灿中心联盟主席 杨主任欢迎你 杨斌老师好 嘉宾朋友们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看 风度翩翩 我专家一出来 你就知道在哪里的问题了 你开头一爆出来 你看王家笑的 似乎谜底好像是王家说对了 透明贼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 一个呢是贼 对吧 然后他偷的是命 那这个呢 好像他犯的错误比较大 所以光交是比较厉害的 一下锁定在我们心脏 当然呢 这个心脏病有很多很多种 大家比较熟悉的 什么心肌梗塞等等的 心脏奏停了 这个都听说过 但这个贼呢 他悄悄地透明的 所以叫透明贼 那是什么呢 叫心防灿洞 心防灿洞呢 我们简称防灿 防灿 防灿 那我想问一下 防灿这个透明贼 容易去偷谁的命 防灿呢 它是悄悄地在你的身上潜伏着 一般是中老年人 比较容易得这个病 我们全中国差不多有 1800万的这种病人 但是我们知道的有多少呢 差不多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病人 我们可能并不知道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VCR里面 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病人 他平时都挺好的 对啊 而且还很注重保健 对啊 好像血压什么都挺好的 回头到了医院去查 血管也都是通畅的 结果突然一下就中风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得了防灿 防灿了以后呢 他这个血栓掉下来 引起的中风 这个是防不胜防 如果他不知道 就防不住 但他如果知道的话 其实是防得住的 所以这个贼 我们应该是能够抓得住 所以我们说他是贼 他不是强盗 强盗他是 哎就是直来直往 横冲直撞的 但是贼 他是悄悄的 捏手捏脚的 不怕贼偷 就把贼惦记 对吧 这个话说得太好了 一个防灿患者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今天杨主任啊 特意带来了两段 这个心脏跳动的声音 让我们现场来感受一下 好我们听完了两段 这个心跳的声音 大家说说感受呗 就是第一个就是很有节奏 跟腔有的感觉 胖子 后面好像乱打 哗啦哗啦 想一块一块 看一块慢的那种感觉 第一个声音听上去就很安心的感觉 很有力量 第二个就是感觉很心慌 你听着就不舒服 你有没有听到会跟着他的节奏 就心慌起来 对对对 乱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做医生很不容易是吧 听着那些声音 自己心里也会乱 对 很着急 会吗会吗 就会吗 会有这种感觉 也会有嘛 也会有 因为你可以想象 它里面发生了异常 所以我们也会焦虑 我们只是想象 这个杨主人 它是会有画面感 就是那个心脏 嘟嘟嘟嘟嘟嘟 就会乱跳 对吧 然后就心里想 怎么你都这样 现在才来找我 是不是 你把我的心里话 全说出来 杨主人告诉我们 房颤这个透明贼 是被严重低估了的 他平时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但是很多情况下 却很难发现他 我国患有房颤的人数 已达到1800万人 而且年龄越大 风险越高 老年人尤其容易 被这个透明贼袭击 而这个所谓的透明贼 就藏在我们的心里 它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失常 比一般的心理失常 更加顽固 更加危险 房颤这个疾病 在我们节目中 不止一次被克服过 从大家听到它 觉得非常陌生 到知道原来心脏 还有这么一种病 历时了几年的时间 之所以今天再次给大家 科普房产 是因为它可防可治 千万别等到发生一些 危险的并发症 那就晚了 要想抓住这个透明贼 必须把它了解得透透彻彻 那么 首先我们就请杨主任 先来跟我们讲一讲 究竟什么是房产 那我们心脏呢 分楼上楼下两层 上面呢 叫心房 所以它姓房 心房 如果在这个层面上 发生了心理失常 它都叫防性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心房颤动 就是其中最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跳得太快 这个心房 每分钟要跳多少 你可以猜一猜吗 我给你打开一个范围 好吧 一百多 两百多 三百多 四百多 五百多 来 你们来解答 差的那么多吗 随便猜 一百 就一百多 两百多 三百多 四百多 三百多到四百多 好 郑老师觉得三百多到四百多 那就二百多好了 二百多 那就一百多 五百多 我觉得 心房跳动 五百多太快了 因为这个数字的范围 确实很宽 房产的时候 心房每分钟 它要跳动 三百五十次以上 它跳三百多次 它跳的时候 你想一分钟才六十秒 对吧 它这个跳得这么快 我们人没有感受吗 它正常的时候 有感受 所以我们人啊 它的心脏真正的跳动 是在心识的跳动 我们能听得到 刚才听到动弹 动弹的声音 是心识的跳动 心房 它跳动三百五十次以上 你是听不到的 但它经过中间的一个传导术 传下来 叫防止结 如果没有这个传导术 防碳的病人都会死掉 因为人心脏不能跳动 超过两百五十次以上 超过两百五 它就心脏就等于停跳了 过快就等于停跳 一个道理 因为心脏没有时间 张开来把血收回来 它要抽到血 再打出去 我知道了 就像他们以前的那种 就是风箱 那个火灶 它一定要打开 把空气吹进去 打开风气 它如果每次都 就没有风进去了 对吗 你是不学医太亏了 是我们医疗界的识识 那么这个中间 这条道呢 叫防止结 它把这个防颤 大部分的冲动都拦住了 所以传下来多少呢 传下来可能是八十 可能是九十 可能是一百五 也可能是两百 取决于这个人的状态 所以防颤 其实它上面跳的是很厉害的 但下面的跳动呢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人的心脏分为四个房间 左边是左心房和左心室 右边是右心房和右心室 位于右心房附近的斗房节 则是整个心脏的司令部 他发号施令 一字传达给心房 防视节最后到达心室 指挥整个心脏的跳动 正常人的心脏节律活动是规整的 正常活动频率是六十到一百次每分钟 防颤发生的时候 心房里出现一些捣乱分子 不仅不遵从司令部的命令 而且还胡乱指挥防视节和心室 打乱了节奏 使心房的心机从有规律的波动 变成了颤动 导致整个心脏快速没有规律的跳动 这就是防颤 刚才我们也和大家提到 人正常的心跳是每分钟六十到一百次 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心率手环 来测一测嘉宾们的心跳频率 看看他们会不会可能有别样的不规律跳动呢 我们这个监测心率的这个心跳的仪器已经拿到了手环 那想问一般正常的心跳值是多少到多少 我们现在教科书上写的是六十到一百 很好记得 六十到一百 考试的时候六十分及格 平静的时候的这个平静状态下的心跳 今天的三位嘉宾都是比较年轻的 他们得防碳的概率相对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看一看 表面 孙老师之前已经说了 他心跳有点问题 但是他没有回去复诊 来给你们俩一个人 先复个诊 好 这样小红和同样的男性吧 好吧 不同的年龄段 你们 你要哪个人 你高红色是吧 戴上就行了是吧 年纪大的人喜欢颜色先念眼 先戴好啊 为了显得更年轻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孙老师现在静态的这个心跳 是正在测量中啊 有刚才 互高互低啊 就 哎 好了 九十二 刚才拍的 九十二次 九十二 静态的心跳是九十二 来 小红你现在静态的 哟 这是 气如止水了 小红已经 小红已经受到打击了 受到打击了 哎呀你一过来我就一百多 刚九十多的 心动了 心动了 别别人 一百零三 孙老师的是九十二 然后小红还在继续测不服输 一百零三 那 你他们现在这个年龄 这个静态的心 这个心跳算正常吗 他们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的上限 上限 上限了 这个就说 接近于不太正常了吗 对接近于不太正常 我在那个读大学的时候呢 我的心跳是五十五次左右 五十五啊 那个时候呢 我每天打一个小时的篮球 所以运动员体质 现在的话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呢 站着说话不怕腰疼是吧 八十一次 所以我的身体素质已经比那个时候 已经差了很多 所以呢 有点不好意思 两位坐在那边的比我还差 我站一下 站起来会更快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 你知道有些人上一见到医生的心跳就会加速 对的 他可能因为兴奋 对吧 我们这么开心 所以这个心跳就 就有点加速了 现场两位嘉宾测出的心率 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的上限 我们说正常人的心跳 每分钟六十到一百次 防颤发作时 心房的发作频率 最高可以达到五六百次 说到心跳 我们都知道 正常的心跳是心房心跳一下 心室在跳一下 那如果说是防颤的人 他的心跳会是怎样的呢 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了解 防颤发作的危险性 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模拟一下 防颤病人的心跳是怎样跳动的 我们今天就请两位男嘉宾 因为体能比较好 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体能好得一塌回去 对 我们正常的心跳 应该是我们心房先跳一下 心室再跳一下 那如果说是防颤的人呢 一般他可能心房跳几下 心室才跳一下 防颤的话平均滑下来 起码要心房要跳五次以上 心室跳一下 五次 一跳一只 有可能有一些这种防颤的人呢 平时是正常的 突然他这个防颤就来了 会突发的 对 那我们就先模拟正常心跳 好你先正常了 我来喊一二三四 然后你们就 你先来一下 他再来一下 好吧 来 领一 领二 领二 领三 领四 好防颤了 防颤了 跳一下 哇你这个颤的太来劲了 一直颤 一直颤下去 我们防颤没有那么快减 所以导演 导演可以喊停了吗 可以了 因为防颤实在是颤不动了 颤不动了 所以 真的要走了 真的要走了 所以现在你这样想 如果真的是一个防颤的人 你可能比如说你现在才一两分钟 你都自己觉得吃不消 如果他要是比如说 防颤起来是什么半小时 一个小时或者半天 真的楼哪子 不是 你这是人跳 还好嘞 防颤是会把 心房跳坏掉的 防颤的人心房会变大 就是因为他跳得太多 所以今天很感谢两位 这个正当壮年男士 请回去休息一下 通过现场嘉宾们的一段模拟演示 我们也了解到了 防颤是如何影响到我们身体的 当发生防颤时 心房会产生快速紊乱的节律 此时心房无法规律收缩 血液无法有效地从心房排空至心室 这时危险就随之降临 导致血栓形成并脱落 随血流进入脑部 从而导致脑促重 防颤导致的脑促重是最危险的 那么防颤导致的脑促重 究竟危险在哪里呢 是不是防颤的病人都会脑促重呢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之前的那位患者 你看他其实也是因为防颤 引起了这个脑梗 那我们现在想问问杨主任 它到底有多危险呢 防颤引起的脑梗 它比较可怕 因为从心房里长出来的血栓 你想想看 心房挺大的 对于我们的脑血管而言 它这个左心耳口径 差不多有两到三公分 这么大的一个左心耳里面 长出来的血栓 总比我们脑子里的血管 长出来的血栓要大得多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血栓 它掉下来以后 堵到我们这个比较小的血管里面 你觉得会怎么样 或血管完全堵死了 对 对 等于你半边脑袋就没了 半边脑袋就没了 那基本上就是脑水重很重 很多人都会死掉 所以防颤引起的脑树中 它死亡率特别高 第二个就是非死即残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的是主干血管 而且这个血栓 它比较大嘛 它经过心脏的半膜 这么一脚一掉下来以后 往往是多个不会散伤 相当于散弹枪打一样的 那也很厉害 对 所以是非死即残 而且很重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像这种病人 他的复发率特别高 因为防碳病根子还在这 然后 如果这个病人 他不太重视 然后就会反复发生 严重性很高 然后第二呢 就是他的复发性很高 对 还有第三就是 他的这个 就伤害的面积很大 是的 很严重很严重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就是 这种防颤的患者 都会脑树中呢 防颤的患者呢 它是取决于 他脑树中的危险度 这个在国际上呢 是有一个评分系统的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有三张卡片 所以这三张卡片里面 就列举了 防颤病人 容易着冲的三个危险因素 其实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讲的是 哪些人容易得防颤 对吧 那么就从这个 三个特征中间 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 什么 防颤病人 如果有这三个毛病 他更加容易中风 当然还不经济于此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题吧 其实 他容易中风的危险因素很多 这个是一个防颤患者 发生脑簇中的风险评分 对 如果说现在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 比如说叔叔阿姨 你们可能知道 哎呦我好像是有防颤的 这个症状的 或者我们现场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做 这个评分测试 好吧 好 来 所以呢 它就是说 根据年龄去分 如果是年龄呢 大于65岁 得一分 如果大于75岁 它就得两分 那么我们女性 女性啊 黄胶啊 还有丹丹啊 你们年轻的时候 很嗨 对吧 大家都看见你都心动 但是到老的时候 到老的时候 千万不能心动 得了防颤以后 它特别容易中风 女性 女性是一个单独的危险因素 女性患者得一分 对 然后后面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 前面一个基板 要得一分 对吧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 就是心衰 它容易得防颤 同样防颤得了心衰以后 也容易中风 因为血流更慢 对吧 糖尿病 糖尿病 我们前面也提到的 对吧 前面高龄高血压 糖尿病 三高 对吧 对 然后其他还有惯心病 如果是血管 堵了50%以上 哪根血管堵都可以 那么都可以得一分 另外的话就是 有过脑足中 我们刚刚讲容易复发 这个要加两分 更厉害 得过的人更容易得 那么这样的一个评分系统 大家算一算 一共多少分啊 9分 如果去掉女性 这个一分以外 有两个危险因素 或得了两分 都是高危的 只要有两项 只要有两项 得了两分的 对 就是女性 得了两项以后 比男的更厉害 它这个概率 大概有多少 有没有算过 就是比如说 比一般的人 在我们中国 在我们中国的话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 以上的人 他的平均是超过两分的 就是防颤的病人 防颤引起的血栓 在心脏中形成 栓子更大 更容易堵 专门堵脑子里的大血管 一旦发生 可能立刻导致 偏瘫 湿雨等 而且更容易出现 二次脑梗 据权威数据统计 防颤患者中风的概率 要比普通人高五倍 死亡率增高约两倍 是名副其实的偷命贼 因此我们节目也呼吁大家 对于年龄偏大 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应该每年进行心电图检查 自行监测脉搏 发现心率明显增快 或心率不其实 尽快就医 那么生活中 防颤最容易盯上哪些人呢 杨主任也带来了四个指标 防颤的高位因素 就藏在这四个指标里面 我们赶紧借着往下看吧 让我们现场的三位来看看 这有几个数值 200毫克一啥啥 我也不太懂 每分身 都看好了 你们觉得这些是和哪一些相关 180毫米拱柱 100毫克每分身 还有28公斤每平方米 哦 28公斤每平方米 这是体重吗 28公斤每平方米 这些数值的话 其实看单位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第一个的话呢是讲到我们胆骨成的一个指标 哦 这个是怎么念200毫克 200毫克每分身 每分身 对 嗯 然后12080 120 over 80毫米拱柱 毫米拱柱 对 然后100毫克每分身就是血糖的一个上限 另外呢 这是一个体重指数 你看我还猜对了 体重指数 你看 那这个我们怎么解读呢 这些这些数字跟我们这个疾病有什么关系 这里就是说我们常见的一些体检中的一些指标 嗯 来拿出来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和病有高质血症啊 或者是有高血啊 或者是血糖高糖尿病啊 或者是肥胖啊 这些 其实有这些病的人 有这些异常指标的人 他其实就比较容易得 放餐了 嗯 那我想问一下200毫克每分身的话 这个算是胆骨成的话 属于是高威 超了 超了 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应该是维持在什么样的一个数值 140左右 140左右 所以其实比正常的超了60了 对吧 那这120到80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理想学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 普通人 如果能控制在12080以内 这个是理想学啊 嗯 然后普通测量的话 在家里测不能高于135到85 好的 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数值 这120到80是 完美 但是如果你在家测的话 就是135到85 对 好 记住了 小本本记下来 嗯 那下面这个100 100毫克每分身 这是血糖 血糖 对 也就是糖尿病啊 这些诊断 嗯 那么它也分为这个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 如果超标了以后 那这种人 他的心脏也会受累 也容易得放餐 嗯 那么 后面这个呢 是大家都关心的 胖不胖 这个怎么这个怎么测 我从来没有看过 就是多少公斤 每平方米的 每平方米的肉 真的很有 哈哈 我也不能摊开来平面量呀 对吧 它有公式 然后的话呢 我们正常值是24 列出来的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体检的一些指标 其实我们防碳最常见的危险因素是年龄 也就是它是一个老龄相关的一个疾病 嗯 那我们差不多一个人一生中间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机会得放餐 也就是你会有20%到25%的概率 你可能得一次放餐 那不一定说一直在发啊 那概率很高 大家呢 千万也当心 如果是80岁以上的话 那10个人就有一个会是放餐 哦 那这个进程蛮厉害的 以前是100个人里面有1.6个 对 然后你到了80岁以后的话 就是10个人里面 对 就开始会有一个 所以它是一个指数级的上升 所以我们国家 它是一个正在一个老龄化进程中的一个社会 嗯 所以未来 这个防碳的病人总量 还是会成指数级的增长 嗯 那么第二方面呢 就是有心脏病的人 嗯 它更容易得防碳 其实如果真的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你很难听到说某个人只有 我只得高血压的 很多都是伴随着好几种病结合在一起 对 那它的风险度 这个脑促中的这个 越来越高 就会危险值会越来越高 是的 所以年龄越大 合并的基础病越多 它将来的防碳的发病率越高 当总胆固醇 血压 血糖 体重指数 这四个指标异常的时候 说明你可能就是防碳的高危人群 接下来 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高危人群主要包括 高血压 关心病 半膜病 肥胖 不良的生活习干等 与此同时 防碳的发作也与年龄紧密相关 随着年龄增长 防碳的发病率不断增加 在老年人群体中属于高发的心血管疾病 80岁以上人群 10个人中就会有一人发作 但中青年人也不能忽视 因为它不仅会对心脏造成伤害 还会损伤大脑 因为防碳危害巨大 所以我们要学会早发现 早治疗 那么防碳发作前 究竟会给身体发出怎样的信号呢 那我们来看看 首先 多尿 多尿不是吧 这个好像离这个很远呀 感觉 多尿是这个身体发出的 这个防碳的信号吗 不是 不是 都觉得不是是吧 好不是 那羊主任这是吗 三个人都错了 多尿也是防碳相关的症状之一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防碳发作的时候 心房的负荷是增加的 所以心房就会分闭一种排小便的激素 叫利纳态 所以这个病人的小便就会变多 心脏太厉害了 原来心脏还管 还管可以分泌一种这样的激素 可以导致我要多尿 心房利纳态 心房利纳态 记住了 好 好神奇啊 下一个 不说不知道 哎 你说吓一跳 意识不清 可能发作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吧 意识不清 对 接下去就是昏迷了 这个看来要贴脑门上了 对 意识不清 有吗 会吗 意识不清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刚刚VCR已经看到刚才那个病例了 对 所以这三位嘉宾的话是活学活用 那他这个意识不清 他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算是意识不清呢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下子缺氧 也有可能说我已经不认识人了 这我们可以平时怎么判断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防碳它引起意识不清的原因啊 其中有一个我们讲过了 就是他血栓掉下来以后堵住了大血管 然后脑水肿或者是整个大脑缺氧以后 他会一下子丧失意识 那么这种昏迷的话是严重的 很深的这种意识不清 甚至有的人是救不过来的 那么另外一种的是 我们没有血栓掉下来之后 他这个心脏跳动太快 大脑空穴不足 也会引起眼前发黑 真的会缺氧 对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 当心脏跳动超过250人都活不了 那你跳到180以上 人也受不了 好的 所以这个意识不清反正 都是大家要提起警示的 还有 看来准备了很多 其实信号挺多的 只是我们忽略了 胸闷气短 是 这肯定是了 对 胸闷气短肯定是 刚才两位老师已经练过了 对 运动完了以后胸闷气短 跳到那程度怎么都是胸闷气短 对 但是这个胸 就是这个胸闷气短 和我们平时 比如说运动完那种 就是大家说音乐 或者说是什么 比如天气闷 气压低 我也觉得人不舒服 这个我们来怎么区分呢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一个就是 如果是振发性防碳的话呢 它会在发作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 随着心慌 伴有这种胸闷 因为心脏啊 跳动太快 跳动不协调以后 它就会产生这种 心脏的这种 供血的不足的情况 人会觉得这个 有点心衰的表现 所以会气急 我们叫 病人讲的叫胸闷气短 其实就是一种气急的表现 就是它的呼吸频率会变快 对吧 因为 就是来不及呼吸了 对 缺氧吧 缺缺缺氧 那么如果是持续发作的防碳呢 它在运动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一类的症状 因为它平常休息的时候 我们讲的心跳是慢的 一运动 心跳就快了 然后就出现症状 好 还有 心跳很快 向马奔 是的 那肯定是 肯定是 这跟它在一个意思了 对啊 会跳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乱马奔腾 乱马奔腾 乱马奔腾 不是向马奔腾 乱马奔腾 所以孙老师是 总结能力超强的 孙老师刚刚体验过的 对 这个向马奔 它这个马是属于是 骏马呢 还是跛脚马呢 我觉得主持人 丹丹你是太厉害了 就是 它确实是一个跛脚的马 因为这个心跳是不规则的 完全没有规律的乱而快 这种病人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其实这个是 最直接的一种信号 对吧 我们还有啊 还有 信号很多 来 胸痛 胸痛 是 肯定是 胸痛 胸痛 勿着心口了 是不是 胸痛也会有 因为有的病人 他合并有冠心病 我们刚刚讲了 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是有冠心病 冠心病中间 又有三分之一 会有防灿 所以当他发病的时候 他心脏会更加缺血 会诱发心痛 好 下一个 浑身乏力 这个应该会有 浑身乏力 应该会也会有 但这浑身乏力感觉是写轻了 都胸门气短了 这个症状是写轻了 他肯定浑身太软了 已经是 觉得你都胸门气短了 孙老师要觉得更重一些 才能反应 对对对 这个乏力两个字 觉得有点 心衰嘛 对吧 前面我们不是说过心衰吗 对 心脏已经没有力量了 所以他就蹦不上来血了 是不是 完全完全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信号 头晕眼花 也会的 这是肯定的 应该肯定会吧 头晕眼花 我都觉得 也是轻了 这个症状 我要这样说 我觉得耳鸣也有可能 要头晕目眩 头晕目眩 要眩了 不能花了 当大脑缺血缺氧的时候 就表现为头晕眼花 而且可能两眼会发黑 是不是 那个的话 就是要么心脏就特别快 要么就特别慢 因为防碳是两极分化的 要么就跳特别快 要么它就不动也不动 对 最后一个看看 脉搏不齐 那就是我们那个说什么 什么心率不齐啥的 对吧 对 脉搏不齐 那肯定有吧 肯定 对不对 肯定 这个的话放到最后一个出来 其实往往是病人的 首先的发现 因为他自己大大脉搏 或者像我们带这种 刚才的监测的仪器 一看就可以 看见脉搏的不齐 如果出现心悸 眩晕 胸部不适 气短这些症状 你需要警惕 会有防颤的可能 要去医院进行心电图检查 对于高危人群定期 进行心电图检查很重要 那么 对于平时有心悸症状的患者 可能要一次有防颤了 有没有什么 可以简单自测的方法呢 那如果我们已经 有很多人疑似防颤了 我们怎么去自我诊断呢 在家里可以自己先判断一下 杨主任先教几招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的 就是自己测脉搏 脉搏在哪边呢 叫脑动脉钩 其实呢就是 在我们的手腕的外侧 往外点呢 你可以摸到一个骨头 这边有个骨头 这里 骨头的内侧呢 有个钩 这里 对 然后在这个钩里面呢 你可以摸到这个脉搏 一跳 一跳 其实每一次的脉搏的搏动 代表什么 我们心脏的血液 引起的动脉的这个搏动 我们自己测脉搏的话呢 就是 注意几点 第一个呢 位置要准确要摸了到 那 你首先你要在正常的时候 不生病的时候 就要学会去测脉搏 这个技能要掌握 掌握了以后测量的时候呢 要注意两个数据 第一个呢 是它的数字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每分钟跳多少下 我们叫频率是多少 第二个呢 是它的节律是否规矩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数字刚刚讲的是多少 60分及格 100分满分 要在60到100之间 这是我们安静状态下 刚刚主持人已经讲了 要安静状态下 运动不算啊 安静状态下 就要60到100之间 这个脉搏应该是 每一下中间的间隔是差不多的 脉搏的强弱 规律的 对 规律的 脉搏的强弱也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是防灿来了以后 脉搏是什么样子呢 每一次的脉搏都不一样 强弱不等快慢不一 这个就是防灿的经典的脉搏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 这么一大脉搏 如果正在发防灿 就基本上可以确立诊断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 现在这种电子血压剂很多 所以也可以用电子血压剂是测 那么测的时候呢 它旁边随着你的每一次的脉搏 它会有一个小心脏在跳 那你就观察这个小心脏 跳的次数和它的间隔 对吧 到最后它会告诉你一个数字 所以好多病 防灿病人就跟我讲 我测的时候血压剂告诉我 我的心跳是正常的 比如说80次 但是我是防灿压 你要看它这个红点点 或者是小心脏 跳的规则不规则 对 所以其实如果这样说的话 比如说有些年纪大的人 如果我要看我每分钟心跳 我就有个钟或者有个表 有秒表 一分钟当中 我可以自己默默地就是算 我一分钟里面 我跳了多少下 而且就是我们好像是以前 我看中医很多都会教用这个 就是末端的这个无名指 然后和中指去感受 是不是会更强烈 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两个手指 会更敏感一点 越往前的会越敏感 越往前的这样 测自己的脉搏 甚至大拇指都可以 测别人的脉搏 因为大拇指会感受到自己的脉搏 会乱掉 又学到一招了 所以说大拇指是最强烈的 如果测自己的 因为你手上一半的功能是大拇指的 我们自己用大拇指也可以 但是给别人测的时候会乱 所以如果我要给你测的话 就用前面这两个手指这样搭住 然后我去感受看 是规律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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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动 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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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乱来了 如果全是乱的就是防碳 那么这个其实在指南中间 我们行业规范叫指南 那么指南中间讲的就是 65岁以上的人是鼓励自测脉搏 这样子就可以把防碳早点发现出来 那它这个鼓励自测的话 它频率是说是我每一天都去 反正我没事嘛 我退休了以后 我自己每天测一次呢 还是一天测几次 这个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我一般都是建议我的患者在 每次吃饭之前测一下脉搏 杨主任告诉我们 对于65岁以上的人 鼓励自测脉搏 这样就可以早点发现防碳 接下来 我们再来教一点大家 如何自测脉搏 两手指并拢 放在手腕上方1到1.5公分处 仅靠外缘的地方用力往下按 然后开始测量脉搏 鼓励每天饭前测一次哦 生活中 很多老年人会定期测量血压 那么在血压剂上 有一个新字形 它是随着你血压往下凉的时候 出现一个心跳的波动 当你看见心跳不规则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也是一种信号 提醒你可能心脏跳动不规律了 生活中 很多防颤患者发作时 会有呼吸困难 头晕等症状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防颤患者 没有任何不舒服 从而产生了自愈的错觉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因此接下来 我们就请杨主任 好好地给大家介绍一下防颤的几种类型 防颤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看时间 嗯 这个是比较一个粗略的一个分法 那么最常见的是我们中间的这种叫 震发性防颤 这个呢也是我们讲的就是 它是一个透明贼 为什么呢 你去查它的时候 它不一定在 对 就像我在公交车上 我是一个警察 旁边就是个小偷 我知道它是小偷 我要抓现行 对不对 它不做爱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用动态信念图 什么都抓不住它 只有在伸出手的那个时候 它正在发作的时候 对 所以桌子一样拿脏 不容易的 那么对于持续性防颤而言 它就是它会一直在发 持续时间会超过七天 大于七天了 对 大于七天以上的发作 我们就认为它叫持续性 嗯 那么还有一种叫长层持续性 就它更长 就是一年它都不停 长年累月都在发 那么永久性防颤就是 我医生患者 双方都已经放弃这个防颤 不让它了 转过来了 嗯 它就一直是坏的防颤了 那它这样的话 其实不是就会 还蛮难受的 其实它可能就是像你讲的 就是丧失了治疗的机会了 时间太长 就来得太晚了 情况太差了 嗯 那么对于这种 手整的防颤就是遭遇战 嗯 第一次发防颤 嗯 可能是正发的 可能是持续的 可能是持久的 或者是永久的 嗯 都有可能 嗯 那会不会它们有混合型的呢 就比如说 我曾经就是发作过一次 然后 后来就开始 它会偶尔的突然发作 但是我又抓不住它 会不会就是 我经常会偶尔发一发 然后又变成 会有些什么长期的这种 它这个顺序是这样拍的 我们去掉这个 手准防颤以外 一般的人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 震发性防颤的阶段 嗯 然后进展为持续性防颤 再进展为长期持续性防颤 再进展为吃不好的防颤 嗯 这是一个过程 发展的过程 对吧 这是一个过程 它其实有很多的信号给到我们 但是我们对防颤不了解 可能就把这些信号当成一个 平时生活中的一个小异样 给忽略掉了 对 其实可能等我们你发现到是 我是长期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很长的时间的病史了 是的 这些有症状提示的病人 他可能会就医 可能不就医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 要自己监测自己的脉搏 嗯 为什么要监测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病人 都会被耽误掉 嗯 防颤了以后 现在有经过确诊了 那肯定要治疗啊 那根据这样不同的程度 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吗 防颤的治疗呢 现在是一个整个大的框架 我们叫中和管理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 嗯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 就涉及到我们三级医院的 专门的心理治疗专科医生 也涉及到我们的全科医生 在社区里面的 因为这个病人啊 除了在我们这边治疗 还会到地方医院去治疗 嗯 因为这个体系很复杂 那么概括起来叫ABC策略 ABC 比较好记 A方案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病人啊 最担心的是防碳引起的中风 嗯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里面呢 就会到进行一个中风的预防 嗯 预防很有必要 中风的预防 其实就是三班斧 陈咬经的三班斧 其实我们心脏科医生 也就是三班斧 嗯 那么第一个班斧 就是抗瘾治疗 抗瘾 嗯 对你心脏里不是容易长血栓吗 对 我给你吃药 吃了药以后它就不容易长了 没有血栓了 嗯 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放得住 哦 但是也还不错啊 也有三分之二的几率了 那么它这个作用就是让你的血液凝固时间变成正常的两倍 哦 相应的血栓的发生率可以下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哦 你大部分就被放住了 这个已经用了50年以上 效果是公认的 第二个班斧的话就是我们内科医生可以做一个介入治疗 叫左心耳封堵树 也就是说防灿所有的血栓几乎都来自于左心耳 哦 左心耳 那如果把左心耳去掉了或者把它封起来了 里面的血栓自然就出不来了 哦 还能这样啊 对 这么直接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手术 哦 好吧 这些导管啊 包括它的封堵器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包括像子宫症兼容啊 包括像我们人体的兼容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高科技的手术 但是对于我们内科医生而言 驾轻救赎 第三班斧是干嘛 就是外科医生把它切掉或者架掉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是A方案的三班斧 这个B方案我们还得聊一聊 哦 你说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透明的贼 那前面用A方案 专门针对它脑筑中去的 事实上 它还会引起我们心脏的问题 就是跳得快 对 跳得乱 还是会不舒服 对 所以防灿它治疗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让它恢复成痘性病 是 所以这个叫节律管理 所以B中间 所以B的它的英文就是最好的心脏的症状的控制 Best 对 对吗 最好的 我们讲是最好 所以我们英文讲的是Better 就是Better 更好的 现阶段的话也是在去年才得出来的临床研究的结果告诉大家 如果最早的在一年之内就开始做节律管理 是可以改善死亡率的 我们跟防灿斗了好多年 几十年下来了 这是第一次说能够降低死亡率的研究 也是不得了的 那很好 因为我们治疗疾病硬重点就是死亡率改善 所以节律控制是最重要的 节律控制也是两个方法 其实也是三班辅 那么第一个方法也是药物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节律管理的药物 但是它效果相对差一点 三成左右的病人有效 百分之三十 第二个措施就是我们内科医生做的导管消融术 导管消融术 听过 对 这种手术进去以后 像正发性防灿 我们刚刚讲到的 九成左右的病人能做好 三成九成差别很大 对 那还有外科也能做 外科医生他们也是通过 微创或者是开胸的方式进去以后 也是通过导管消融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我们内外科都一直在互相学习 所以节律控制也是三班辅 C的话其实就是比较简单 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体重吸烟 肥胖对吧 我们叫合病症 冠心病等等 心衰 那么这些所有的合病症的管理 一大箩 它叫C 然后这个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我们的全科医生 跟我们专科医生一起努力 因为这些病人 他从我们这边做完手术 回到这个社区以后 就是靠他们去管 他们如果是把他的体重管好 把他的这个高血压管好 把他的这个血管管好 那么相应而言 他以后再发房产的概率就会下降 既然您说这个就是一站式的 比如多学科的这样综合诊疗的话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我也就是抽选了一位 就是跟房产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病例 我想就是请主任您看看 如果是你们会给到怎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好不好 就是你看男性50多岁 房产三高多年 多次复发 这位患者应该做什么样针对的治疗 刚才主任请给我来个ABC 这个呢 病人呢 其实是临床中间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我们它也是一个反复发作多次复发的 所以症状应该是蛮重的 合并有三高 三高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 高血压 高血糖 我爸 有这两条 有这两条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诸中高危的 所以对这样的病人的话 我们就要先做评估 那么评估下来就是我们从有限的信息中间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病人他是足中高危 防弹复合症 然后有和病有多种足中的高危因素 那么这种病人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讲的ABC 它的抗瘾治疗是要上的 要两分以上要上抗瘾的 对吧 然后的话它症状很多 那我们讲B 我们正确让它BEST 所以建议它做导管笑容 对吧 那么C的话我们要把它这些合并症管理掉 那么退回到这个A的策略 在做导管笑容的过程中间 也可以考虑帮它把左性儿也封掉 这样子的话它半年左右 它就不需要再吃终身的抗瘾压了 这么好 对 应该来讲可以把笑容解决症状 然后封堵预防将来的血伤性成 这叫现代的一站式手术 这个真的很好 而且我觉得这样听下来 其实首先这一个案例 可能不是五六十岁左右的 像这样的就是非常典型 就像我父亲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以前会说就是防颤 就心脏病很难治 包括什么我还有三高 可能有很多其他的疾病 但是现在今天这样听您说完了以后 会很安心 因为我们的诊疗的过程当中有ABC 然后这当中还会有更多 很多细节的一些诊疗的方案 我觉得主任啊 不光是收了我们四个学生 对吧 同时其实也是逃离满天下 今天收看到这一集节目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算是主任的学生了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提起警醒 对吧 不要让这个偷命贼 把自己的寿命给偷走了 那我觉得主任最后给大家送一句话 好吧 送送祝福吧 那我想呢就是非常感谢丹丹 把大家都说成我的学生 我也是希望呢能够多传播一些医学的科普知识 也是希望把健康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主任 也谢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咯 再见 把偷命贼抓住 拜拜 拜拜 拜拜